大概是這麼大小的釘子 九頭的木板呢 每一塊大小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呢 我們拆開之後呢 要把木板分類 第一個呢 就是要從大到小 把它們分開來 第二個呢 就是要找裡面是絕能外掉的 像有些呢 因為被酒泡過了 它可能有裂縫 可能呢 有這些結 或者說已經被酒淨泡壞了 賣相不好的 這個要挑出來 挑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知道每一塊我們井被怎麼做 像這兩塊最大的 是扶手 這兩塊也比較大的 我們做前頭 這兩塊做為機窗 這裡呢 有七塊 這七塊呢 我做正面 然後呢 我們要準備七塊 這個七塊大小呢 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你可以做成不同的樣子 大概說這個七塊呢 這個橫跨度呢 也差不多4到50厘米 然後上面呢 你可以像散面一樣打開它 這不成問題 然後呢 取三塊 就相對來說 比較厚實的 但是不一定要很好的 作為這個支撐 後面有支撐 其餘多出來的話呢 到時候有什麼地方需要的 就補上去就可以了 好了 全部打磨完畢 也就是說把上面那些老皮啊 那些髒的東西全部去除掉了 但是呢 要保持它裡面的原來的那種紅色 不把它全部去掉 這樣子的話呢 做完之後會好看很多 另外一點打磨呢 就是把這個邊緣啊 打來光滑一點 要不然的話呢 做上去的話呢 會割屁 切割這個呢 沒有講究 因為呢 這個木頭呢 是光型的 但是呢 它最主要桶的地方呢 是中部 當中的地方 而兩邊呢 像這裡 到這裡 基本上是行的 所以說呢 我們在切割的時候呢 最主要的 是把這個兩個頭 你切割掉 切出來的小果呢 保持了它的一個拱形 就像這個木頭 但是兩頭 這些角落環節 或者說難看的環節 基本上就會去除了 這樣子的話呢 在做的時候呢 一來更加好看 二來呢 受力呢 也會更加好 那個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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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太好看了 然後有很多木頭 那麼多木頭 你覺得就算火了 還有很多木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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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后背和前脚连接的 所以木头不需要很漂亮 但是要够结实 不能有什么裂缝 接下来就做那个扶手 这个扶手不单是扶手 而且还是连接前后的一个主要的 所以一般是选两块最最后的这种木头 这样才比较好一点 这一步是唯一一步需要有人帮手的 要帮你扶一扶 这个扶度你自己喜欢 后面一点 前面一点 随便 你可以让人帮你扶 也可以后面放一个凳子 或者重点的东西都行 现在把它翻过来 最后固定几个螺丝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加过一个固定杠 这一步就会让人帮你扶一扶 就会让人帮你扶一扶 好 最后呢就是要给他一些机器 要不然的话呢如果太重的做上去呢我担心有些说可以保护力 一个呢是下面的机器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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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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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